继疯狂锁灵一战后 铁碎因缘神受损无法变身 他想同大谷一起寻找继承人 以解燃眉之急 不料尽碰见杰月私会神秘帅哥 突然铁碎第六感显灵 此人正是自己的子孙真也 一想到真也变身强龙辉的样子 铁碎就耐不住要去认清 谁知下一秒 真也少女漫画家的身份 所有人大吃一惊 原来真也不敢和生病的铁粉见面 想让杰月替他前往 铁碎失望透了 自己的子孙这么软弱 画少女漫画就算了 连见个粉丝的勇气都没有 当场怒发冲冠气晕了过去 这天又到了王领军肆虐的日子 受电战队第一时间赶到 谁知曹吕魔用洗刷刷一回 美女们立马就被染上枯萎的颜色 原来这不是一般的曹吕魔 而是哀血二气联合出品 只要汲取人类美貌就能变强大 轻视美颜魅力魔 受电战队变身展开攻击 谁知这届曹吕魔一场强大 不一会就被魅力魔钻空子 抚抹掉绿蓝金三人的美丽能量 然后依次转移到曹吕魔身上 曹吕魔同三人战力互缓 在韩武魔的搭手下 战队陷入了苦战 大鼓一安前去追击魅力魔 留下绿蓝金三人抵抗亡领支队 另一边节约来探望病重的粉丝 没想到乐丘洛也是骨灰级漫画的 粉丝信都是他写的 收到真野签名的乐丘洛很感动 节约劝导他早日感谢归正 如果地球真的毁灭的话 他就再也看不到这么好看的漫画 乐丘洛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 深至宗斯将电池交于阿空 及三人之力才解决掉麻烦的亡领支队 而铁碎也同真野相认 因为子孙软弱 铁碎给他重重一击 将真野成功赶去和粉丝见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粉丝正好遭遇魅力魔袭击 铁碎刚想出手解救 谁知真野进一股脑冲了过去 就像女粉丝的那一刻 铁碎大受震撼 这时强龙怎么感到 大家夸赞真野的勇气 原来他之所以成为漫画家 是因为漫画能给女孩们带来欢笑 他绝不允许这种笑容被亡领受破灭 铁碎明白了 其实真野一点也不软过 刷新认知的他 在危机时刻骑士踢救场 重新燃起勇猛之心完成变身 因为灰色本无鲜艳部分 洗刷刷自然无法生效 兽电战队集结完毕 魅力魔赶紧展示魅力能量 未雨之抗衡 大骨扭断爆咬龙脖子 由嘉年华模式 转换为桑巴狂欢强龙红 在兽电狂欢终结组合 双倍勇猛终结后 魅力魔败下阵来 哀甲龙胶水将其复活 闲神驾驶巨腕龙前来支援 变身巨人强龙神后 阿空和节悦组成钻头一雷电王 两大机甲同时使出终结奥义 一套组合技后 直接团灭所有草吕魔 铁碎也认可了真野 强龙灰未来继承人预备完毕